你好,我是熊冬人 多年生活在一群死刑犯中间 是什么滋味 因为今天我搜索了很久 没有发现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重大的国际新闻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讨论了 重大的国际事件 特别是与美国和中国有关的国际事件 当然对美国政治 我一般评价 小心仪尽量的回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 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 都是盲人摸象 摸到哪儿算哪儿 因为我们对美国的生活体验太少 而且我们不具备很多常识 所以我们难以做出判断 很容易走入误区 很容易自以为是的指点江山 我们真正唯一熟悉的还是中国 所以说 对中国事件的评价 是我的主要的方向 今天正好呢 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给大家回顾一下 多年生活在一群死刑犯中间 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多人也许会觉得 这非常的可怕 生活在一群死刑犯中间 很多人都有命案 都杀过人的 有的杀了不止一个人 所以生活在他们中间是非常危险的 我总共就是说 在大概被共产党十次抓进监狱 其中有五次都是劳改劳教 其中最后一次 他们判了我三年半徒刑 仅仅是因为我女儿安妮上学的事件 其实当时主要是一些律师和一些社会 比较就是从事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些年轻人来声援我 但是当局却认为这是我煽动起来的 所以是我策划的 反正他也不需要什么证据 中国办案都是这样 就这样就给我判了三年半的非法扰乱社会秩序罪 后来我被转送了几座监狱之后 最后是安家在安徽统领监狱 而且来押送我去的领头的那个人 跟我很熟悉 因为以前他就是负责监管我的一个监狱警官 然后他给我带到那个地方去以后 在门口迎接我 我一看又是一个老俗人 以前也曾经就是说负责监管我 也就是说毕竟我是安徽的 在当时算是最重要的政治犯 所以说他们对我是非常的重视 就把我收进了当时叫安徽统领监狱的12监区 我进去以后就发现很奇怪 那个监区的人就是说一个个脸色苍白 身体都非常轻瘦 而且我进去以后 发现周围的人 对我都是用一种观察的目光来看 我一开始不知道 因为凭我十几年登监狱的经验 我进去以后就小心翼翼 然后利用机会交朋友打听情况 慢慢我才了解到呢 原来那就是这个令人袒呼设变的叫做限检监区 这个限制限检监区呢 很多人不太清楚 就叫限制减刑死刑犯监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这个刑法呢 他本来呢是死刑只有两种 就是死刑缓期执行 如果缓期执行的话呢 一般二十年以内呢 就可以释放回家 就是说只要没有新的违法犯罪活动 但是呢 后来呢 这个中共呢 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叫做限制减刑 限制减刑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他规定每一次减刑的间隔呢 都要在五年以上 改判也要五年以上 比如说呢 本来呢是两年 你这个判了死缓的话 两年以后就可以改判无期 再过两年呢 就可以改判你 比如说十几年 十八年 二十年 然后呢 再过两年又可以给你减刑 但限制减刑的每次呢 都要五年以上 这样以来呢 你就就是说呢 即便你是在那监狱里面 再听话 再顺服 到最后呢 你都得等 平均要等三十五年以上 三十五年以上 我们都知道 这个普通人 比如说 那一般大部分平均犯罪的 犯死刑罪的人年龄 我们说最起码有三四十岁吧 三十岁左右吧 经过这个三十五年以后呢 也就六十五岁了 应该这样说呢 中国还没有一所监狱的生活条件 能够支撑一个囚徒呢 活得那么久 活到这个年龄 能够活着出狱 所以说呢 中国的这个县检监区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活的坟墓 就是一直把你关押到死 哎呀 这个几个月以后 我才了解到这种情况 我后来慢慢也了解到了呢 这个当局呢 对我呢 是精心的安排 因为我们楼上呢 还有一个监区 当时也是安徽省监狱当中 独一无二的 他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植物犯监区 就是一个特殊的 原来呢 都是中共的高级 比较高级的干部 大部分都是处级干部 副厅级干部 当时我记得副厅级干部呢 是三位还是到五位 我记不清楚了 反正有一个淮北市的副市长 那个人对我很友好 一有机会呢 就跟我介绍几句情况 所以呢 他帮了我了解了这个监区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副厅级的这个干部呢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宣谷 这个监狱里面呢 你看这个监狱的体制 就能看出来苏联体制 或者中国体制 宣谷呢 往往甚至呢 都能成为头号重要的人物 至少我们那个监区里面 宣谷是囚犯的头目 这个宣谷呢 宣谷呢 很多人不知道 那什么叫宣谷啊 我刚是一进老家队的时候 监狱的时候 也觉得奇怪 我说宣谷是什么东东 后来才知道 宣谷的意思就是宣传鼓动员 我们知道 长征途中 有些人打着快板 就在那 这立刻让人想起来了 就是鼓励大家去干活 还有中宣部 还有中共的宣传员 中宣部等等 监狱这个 所以这个体制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宣谷的地位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呢 他把宣传鼓动员 当成是最重要的这个人物 因为他往往是直接传达这个监区 这个领导干部的指示 落实各种各样的这个事项 他跟我打交道比较多 那个宣谷呢 长期呢 是对外的一个承包 中国承包工程的总工程师 中国的承包工程是非常多的 据说呢 人数多达上千万人 这个事也是匪夷所思的 也就是说呢 中国居然向世界各国出口了上千万的劳工 这些劳工在非洲 在中亚一带呢 简直就是密密麻麻 他跟我说呢 他去过很多国家都是作为劳工 作为央企的一个代表 去管理这些劳工 好 回头说到这些死刑犯 为什么这些 跟这些死刑犯打交道呢 我听到以后呢 我才意识到 我觉得当局呢 是精心的对我做出了安排 至少安徽监狱管理局 因为第一呢 我在监狱呢 是独一二 我是长期抗拒改造 抗拒劳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劳动呢 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他那个你要干活的话 你为了完成任务的话 就会导致你非常紧张 因为他那个劳动不是说 你做多少就做多少 而是呢 他给你强行定任务 就是说呢 你每天比如说 必须要做一百件东西 举例来说吧 当时呢 中国的各大监狱呢 都做足球 这个就是分足球 分足球呢 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 你一个新手 一天都分不到一个足球 所以世界各国的这个足球 为什么都转移到中国呢 后来转移到中国监狱呢 就是因为中国监狱 给出的价格最低 中国监狱图呢 就在那时候 在世界上最快的快手 一天分足足球 不过能分四个 但是监狱的囚犯呢 在这个电棍和殴打的逼跑下呢 能分足八个足球 最高的记录 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分足球的 就是说 但是呢 这个分足球的业务呢 后来在中国监狱的迅速被淘汰了 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美国工程师 跟一个印度工程师 发明了一种专用的粉纫机 这种专用的粉纫机呢 据说那一天可以粉 这个 就是两倍 也就是16个 甚至32个足球 这就导致呢 中国囚徒呢 可以这么说 至少有十万个囚徒 失去了工作 只得转而 比如说做雨伞 我当时 我记得我到同龄监狱 以前呢 还做过雨伞 所以说呢 这个监狱呢 这个他的这个经济呢 监狱的经济活动 是非常非常这个劳累的 就包括看守所 你一进去作为嫌疑人 你就得每天被强迫 劳动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 早晨 那个喇叭一响哄哄 就开始起来干活 然后呢 一直到晚上10点钟 你才能放下来 因为呢 监狱的管理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牢头欲罢进行管理 监狱的做的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非法的 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呢 看守所甚至被迫停止了 就不不看守所 就是因为我的缘故被迫停止了 所有的劳动 因为他们害怕我监狱揭发 当然这后来呢 也是成为我的罪证 就是我破坏监狱改造秩序 因为看守所也是一种监狱 结果呢 反而给我加重了我的这个刑罚 所以呢 当局呢 对我是防范非常严密的 然后呢 为什么给我放到那个限制减刑监区呢 因为第一个呢 限制减刑监区的那些死刑犯 是不用干活的 因为没办法跟他们定生产人物 因为他就是不干活 你也不能把他打死 反正他们已经死在那里了 也就是说呢 他们这个生产底线很低了 所以说呢 监狱没有办法 把你们当成大爷养着 当然也不会好养 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都是地沟油 都是社会上最便宜的 最垃圾的食品 给我们吃 我记得那时候呢 监狱里我们最美味的食品是什么呢 是鸡架子 就是说呢 中国人像欧美日出口的那个鸡肉 最后呢 那个鸡的那个骨头 剩下来的那个骨头 被垃圾 当成垃圾一样的丢下来的骨头 监狱把它买下来 买下来 然后都做给我们吃 每个礼拜呢 加餐一到两次 就是吃这种鸡架子 然后呢 所以限制减刑监区的那些人 后来我才发现 他们为什么一个个都面色苍白呢 因为长期不见阳光 然后呢 身体瘦弱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普遍患有抑郁症 所以后来呢 我开始才深刻意识到 中国的这个囚徒呢 实际上呢 很多呢 都是这个 就是随意什么呢 就是心理上有问题的 因为在统林监狱 我见过大量的精神病人 然后呢 死刑犯这个监区呢 又是大量的这个抑郁症患者 就是他们一个个呢 大部分都是情况下 都是用眼神来交流 就是说呢 只是点点头 打个招呼 因为呢 说话呢 要特别小心 一句话不当 可能给你带来杀生之祸 因为我有一次 亲身的经历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跟死刑犯打交道 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非常非常谨慎 我去了以后呢 其实旁边人也提醒我 说你看看旁边这些人呢 都是非常危险的 一言不合 他们就可能跟你拼命 我毕竟不是这个 江湖上这个混混出生 我哪有他们那种战斗力呢 所以说呢 我是要需要特别小心的 虽然以前我在监狱里吃过很多苦头 但是呢 以前在看守所的时候 也跟各种各样的这个死刑犯打过交道 但都是几个对付 一个 因为那看守所呢 一旦一个人被判死刑以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死刑犯立即调监狱 那调这个监死 主要就是为了防范 他跟以前有矛盾的那个人 他可能趁机袭击夜里面 把那个人掐死或者踏死 所以呢 一般 比如说 今天上午九点钟给你接了判决 判决 接了你死刑判决以后 立即就给你掉号的 就是换一个 你可能没有熟人 不认识 没有矛盾 又没有同案犯的这个 一个监所 一个这个监房 到了这个监房以后呢 你看我们呢 这个我在的这个看守所房间呢 一开始呢 还不接受 后来呢 也接受了 因为他们觉得 我已经在那地方关了习惯了 这些瞒不住我了 那进了一个死刑犯呢 大家都是要这个整夜的值班 比如说我们这个号房有20个人 20个人呢 那就分成这个五班 每两小时一班 四个人一组 就是 就是人流值班 不管是夜里面 24小时都这样人流过来 他就是号长给大家排了这个值班 生日表 在这种情况下 你四个人就要围着 围着他一个人转 当然那个死刑犯身上 脚上的会带着大铁 手上带着手铐 他的打动能力 或者作案能力也很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旁边再安排四个人的话呢 他心里也明白 就是在四个人 24小时不停的监控下呢 他不能采取什么行动 他不能采取报复行动 或者不能因为愤怒 而袭击旁边的人 因为旁边的人 很快就可以掐住他 把他按倒 把他制服 但是到了限制减刑监区 现在就不能来这一套了 所以我们那个监区呢 这个就是这个铁门特别多 我算了一下 就从我的这个监死里 要想逃出去的话 逃到监狱外面的话 要经过六道铁门铁窗 首先 我们就有一个铁门铁窗 是非常严密的 非常坚固的 因为那是防范死淫犯的 基本上你是没有可能突破的 第二个呢 你要穿过一个走廊 走廊上面又是铁门铁窗 这是第二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过去以后呢 外面呢 又是围绕着我们那个楼 有一层铁丝网 那是第三套防线 而且那个铁丝网是非常的高 上面都带有铁翅 几乎也难以离开我们那个 然后呢 再往后面呢 还有一道这个铁丝网 然后呢 就是高高的监狱围墙 围墙上面也是铁丝网 而且是带电的铁丝网 基本上你要是囚徒不了解情况的话 当那电机立即就把你打死 然后呢 在监狱外面呢 还有一条道路 那是巡逻队 就是有摩托车监狱的摩托车 因为当时我们监狱里面的 关押这个死刑犯比较多 所以说呢 他是警戒级别是最高的 同时呢 他们把我放在这个死刑犯间区呢 另一个意图呢 就是对我进行精神上的这种制约 因为生活在那样一群人中间 你想想 生活在一群死魂灵中间 一些注定要死在那里的人中间 那是一种可怕的煎熬 为什么要说是要处处小心谨慎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天呢 我正在跟一个山东的囚徒 也是死刑犯 我们两个正在下象棋 因为有时候呢 每个礼拜呢 他会有一点活动时间 就是让你自由活动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有限的时间 比如说军训完毕了 或者干什么的 就在那地方聊聊天 或者下下棋 必须在餐厅里进行 然后呢 我跟他两个正在下象棋的时候呢 突然看到有个人冲过来 我当时反应不过来 只见那个人呢 冲到他跟前以后呢 手里面抱着了一堆石头 然后对着这个人的头就狂炸 我对面的这个人很快就被砸倒在地 砸关在地 旁边几个人赶紧的就是慌乱的跳起来 去拉住那个人 然后呢 监狱干部也赶紧过来 命令大家七手八脚 把那个人控制住 按住 然后把这个人呢 送到医院里去 还好 因为当时他使用的那些石块呢 居然是从厕所里 刚刚扒出来的 我们那个厕所刚刚翻修 翻修以后呢 用的那个很多建筑材料呢 实际上都是假冒维电 你比如说他那个假冒这个 那个大理石呢 实际上是假的 他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居然把它撬起来 撬出来 弄成几块来作为行凶的工具 幸亏呢 是假的 而且呢 里面呢 实际上都是塑胶的这个产品 就是有石料 有塑料 所以那个东西威力不大 如果要是货真价实的大理石 他用尽全力 把它砸倒 那是很快的 就能够把一个人砸死了 他当时是准备杀掉他的 就在我的面前 就准备杀掉他的 但是呢 他没有得逞 后来这个人救过来了 我当然呢 对这个事情我也感到很内疚 因为我没有注意到 也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没办法提醒对方 其实实际上也来不及 就算我注意到了 意识到了也来不及 因为他动作太快了 他隐蔽的 他是手里面抱着这个东西 突然之后面过来 抬起来就砸 任何人也反应不过来 就是提醒了 对方也不明白 因为我们的脑子实际上都在 想着这个下一步棋 怎么走 狙马炮怎么用 哪里会想到 有人在这种情况下 要杀掉他呢 后来呢 我跟他谈了以后呢 谈了这个监区呢 这个事情也非常重视 后来这个案情呢 就是我也通过了各种途径 了解到了 这个案情的起因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原来有一天呢 他跟另一个人呢 就是我对面 这个差点被砸死的这个人呢 他跟另一个人呢 经过一个监法门口 监法门口 就是那个另一个人呢 就谈到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个凶手的名字 他就 哦 是他 因为什么事情 谈到他的名字 他实际上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张默默也不错 结果呢 里面那个张默默呢 正好就住在房间里面 他呢 只听到了张默默三个字 他没听到后面的三个字 因为他从门上一闪而过嘛 从门边闪一闪 就离此都没有注意 对方就在附近 也就是说呢 在那种限制简行监区呢 你背后议论人都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不像在社会上 你背后议论一个人 说长说道短的 没关系 在那里面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几乎都从来不敢 那个监区领导 那个警官也一再地教导我们 说你不要随便这个背地里面 说议论人 议论人好歹 那是非常危险的 可能给你带来这个灭顶之灾 我是当时就体验到了 然后呢 对方一听呢 他本来就对这个家伙就不满 那就成了一个导火索 他开始就开始琢磨 因为我们那个监区呢 这个各种东西管理的都是非常严密 也就是说呢 你想手里面拿 持有工具 你靠拳头靠耳光 在一群人中间 想打死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那要想扎死一个人呢 就必须要有尖锐的东西 但是我们监狱甚至打火机 都是规定在公共场所 在这个大厅里 才能抽烟 你去抽烟的时候 他指定你位置 站在那里抽烟 然后打火机呢 就在你那个旁边 打火机不能带回房间 因为带回房间 他怕你中火 因为很多那里面的这个囚犯 他有时候一时冲动 他就可能点起火来 他宁愿把自己烧死 那号房里面的人 那么多的锁 也没办法营救 监狱当时也没有能力组织营救啊 对不对 你想想他一旦他担心把人放出来了 人趁乱都逃跑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打起踢着来逃跑了怎么办 夜里面值班的 往往只有一两个警官 他起码要把武警调过来 带着枪在现场控制住了 才能把我们救出来 所以那样一耽误 人就烧死了嘛 所以监狱的那个火 都是严格管理的 他现在允许抽烟 但是呢 是在指定范围 指定时间 你才能去抽口烟 过过瘾 所以说呢 他想来想去呢 他觉得这个 厕所里面 正在新装修的那些建筑材料 是一个好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呢 他就开始找什么坚硬的东西 比如说碗呀 或者勺子 其实监狱里也不准用这个金属勺子的 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找到 一个什么硬一点的东西 然后呢 居然能把这个厕所里面 那个装修的那个大理石的装饰材料 都给挖出来了 然后呢 他松动了以后呢 他放着呢 不动 就是他 以上之所要趁着周围 没人注意的机会呢 松动 然后等到他看准时机了 然后他就动手了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 都能给你带来灭定之灾 所以说呢 那几年生活在这个死刑犯中间呢 给我一个深刻的体会 另外呢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些死刑犯 实际上大部分呢 我认为的都是脑子有问题的 就是说呢 当然呢 那些死刑犯也认为 我的脑子更有问题 因为呢 监狱也向他们介绍了 说这个张林呢 是脑子有问题的 长期这个反党 反华 反社会主义 反共产党 那其他一听 我觉得你这个人 居然反对共产党 你这不是找死吗 中国人里面 99% 至少汉人里面是这样的 觉得你一个人 单敢反对共产党 单敢反对皇上 那你不是 就是造反吗 你这个 这就是死路一条啊 弄到监狱里 不把你弄死 就算是不错了 所以呢 在他们眼里 我是分的 在我眼里呢 他们脑子也不好 你比如说我们那个 监所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小年轻的 平时见人 都喜欢摆出这种姿势 喜欢这个 就是问候 他喜欢摆造型 动不动就摆出V字形 来向人示好 但是这家伙脾气也暴躁 有一次也要大死另一个人 后来呢 我才了解他的情况 了解他的案情 我听了以后呢 都是毛骨悚然 说他这个 他本身呢 从小呢 脑子就不好 但是呢 他的父母呢 仍然耗尽家里面的钱 付了几十万的彩礼 在那时候是很高的一笔钱 才给他找到一个媳妇 找到一个媳妇 结婚了 生了一个孩子 他就经常打老婆 有一天呢 他晚上又在例行的喝酒 每天呢 他媳妇都必须伺候他 也就是说呢 他又在 他又上网 这个小青年喜欢上网 他学会了日本女人 怎么样伺候男人 要求他妻子 必须像日本女人一样 天天呢 怎么伺候他 后来呢 他喝酒的时候呢 他那个 当时那个小孩 还不到一岁 大概只有十个月 就在旁边哭 他活了 他说 我说一二三 你马上停止哭 再不停止哭的话呢 老子就把你打死 他妻子呢 在旁边都被他打惯了 打服了 也不敢怎么样 那个小孩呢 当然不知道是听不懂 还是因为哪个地方难受 还是因为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继续哭 好他就喊了 三 二 一 那个小孩仍然在哭 然后呢 他就站起来 把那小孩子抓起来 对着那个地上 脑袋 对着地上一摔 摔完以后呢 他就继续回去喝酒 他老婆呢 对这个 对这个行动惊呆了 他老婆回去 就一观察 说这孩子已经没气了 死了 死了呢 他在旁边就叫 少啰嗦 死了就死了就啰 等一会儿 等我喝完酒了 我们找个垃圾堆 把它扔了就得了 他喝完酒以后 果然若无其事的 就找一个旅行带 把他孩子装在那里面 然后就在院子外面 他也喝多了 也跑不远 他也没有车 他就扔在外面的那个旅行带 就扔进去了 因为他那用的那个旅行带 当然是比较好的 就有人捡垃圾 邻居一看 这个旅行带不错 这么好的就扔了 有点可惜 就也不知道 甚至心想这里面 也许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打开一看 是一个小孩子 当然邻居马上就意识到了 这个孩子是谁家的 因为一个院子的大院里面 谁家小孩子几个月 平常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心里有说 所以马上这个案子就告发了 告发了 冲到监狱判刑的时候 他的理由很简单 他老是他影响我喝酒一样的 后来又是他的父母 请家荡谈 把房子都给卖了 什么都给卖了 最后才让他获得了一个限制减刑 你说监狱里 竟关押了这么一群人 是真的是非常危险 所以我这一生 可以说是九十一生 就是经历过无数次风险 就在那几年里面 跟一群死刑犯中间 我都经历过很多很多的 致命的风险 位置